鸭蛋在2009年参加了央视的春晚节目,因与赵本山、毕福建、小沈阳一起合作了小品不差钱而大伙,之后人气更是水涨船高,Duf一些不熟悉小品的人,第一感觉还以为鸭蛋和小沈阳是一对,其实他们都各有伴侣啊,鸭蛋在2009年便与王金龙结婚,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,Duf不过,随着演艺事业的发展, 两人产生了分歧,最终无奈走到了离婚的结局,离婚之后的鸭蛋,似乎低调了很多,本丝们对鸭蛋的婚戒,感到惋喜也非常心疼鸭蛋本人,Duf近日,离婚之后的鸭蛋终于现身了,她的最新资照被曝光,不过,很多网友看完之后,都以为她整容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 之前的鸭蛋非常朴实,不怎么会打扮自己,离婚之后的她瘦了不少,而且在妆容发型衣着上都有了不小的变化,Duf这才让网友没有在第一时间认出她来, 有夸张的网友还说这回估计连鸭蛋的恩师赵本山都认不出来了,Duf最近,娱乐圈分手的情侣非常多,虽然感到惋惜,但是希望分开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